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那个戒指丢了 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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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他就说丢了就丢了 那也没办法 你一直在这说 没找到 会怎样 反正我手上几个戒指都是我老公送的 会怎样 我就算那个不见了 会怎样 虽然说我心里也挺内疚的 喜欢金戒指 你喜欢金戒指 你自己去买一个呗 你喜欢金戒指 反正我几个戒指都是我老公送的 虽然说我也有点内疚在身上 但是我老公都没说我 你还可能问 何可能说 别爱沾鞭 金戒指 已婚感可强了 我这个不是金的吗 这也是金的 反正都是我老公送的 你别管我了 你别管我了 你 他心里可失落了 我需要你去彩彩彻彻我老公的心思 我需要你去彩彻彻我男朋友的心思 他可失落了 他自己都跟我讲了 没事了 而且就算他他心里有不舒服 他可以跟我 我就我 因为我自己心里挺内疚 挺内疚 到时候可能 什么什么节日 我可以自己 我可以买一对对戒 然后我俩来带 这都不是事 这是我俩在谈恋爱 你一个人觉得他他难受了 我 我怎么样招了 你一个人自己难过起来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别逼我删你 你真是卖货的大好日子 你别逼我删你 对呀 一个戒指吗 虽然是 对呀 这我自己在处对一下 一个戒指 我虽然说是有内疚 但是又不是什么很大的事 很敢说 会翻旧账 那确实是有这个可能 但没事 确实是我没做好 翻旧账就翻旧账 确实是我把它弄丢了 但是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我健身的时候他溜出去了 应该是溜出去了 健身的时候溜出去了 没事 没多大事 落点别的 金戒指好好看看的 你别跟他说了 我掉都掉了 你一直在那说 有什么办法吗 我掉都已经掉完了 你在那说金戒指好好看 最好看 最有疑风感 你看我气的脸都红了 我现在没化妆 我生气了 我是真的生气了 别人给我生气 生气了 我就吓了 我今天五个小时我也做不到 你一个人让我生气 别生气了 别生气了 附带 附带要开心 我本来找不到戒指也很烦 你一直在那说 我不烦吗 我想把它掉了吗 一直在这说 我自己也不想掉啊 那确实是我老公送给我的第一个戒指 我自己想掉吗 你一直在那说 气死我了 哎呀 你看刚刚卖的那么好 现在惹我生气 你看一气 一气都我们掉八星了 你知道 其实你们一直会说我会生气 是说明我心里也不爽 也不舒服 我自己掉了本来也很烦 你一直说我就更烦 我自己也不想掉它 我心里也难受 你一直说我就更烦 算了 不说了 算 咱们不说了 哎呀 我的气都 你看你刚刚给我气哭了 本来我就有点泪失禁的体质 你一直在那气我 有些人一直在那气我 不是说所有人哈 个别人一直在那气我 看看戒指 这颗戒指看不够吗 啊 每次都要看一下我这个戒指 怎么了 一万七的卡迪亚没见过 是不是啊 一万七的卡迪亚没见过 一万七的卡迪亚没见过 今年可能会先买车吧 可能会先买车 赚够了钱 刘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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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冲他想买车 他想先买辆车 他爸爸不是给他安排了 就是他 他自己 他想他想自己买 他不想要家里的 他不想要家里的 他妈给他买的 你说说 可能这就是人都是这样的吧 你家里怎么说呢 没钱的 羡慕有钱的 就是父母什么都能给你弄好 那个 有钱的 他羡慕没钱 他什么都想靠自己 你说我我爸妈要是这有这个能力 我还出 我就我早就我就不出来啊 我就 我在家里当猫宝 妈宝男 他就是 他他是 他就是 他父母说给他准备好了房啊 车 他都不要 他说我就是要自己买 他爸还让他来劝了 让我来劝他不是 他爸让我劝他是说让他打笑 就是买车这个念头 他说家里给他准备了 我也跟他讲了 他就不听 他还是想自己买 家里买的车不太合他意 他妈给他买的跑车还不合他意 什么奔驰哪个跑车来着 但是可能是他也想独立一点 然后就是你知道人独立了 你就跟父母的话 就是不用被管的那么紧 就你有以后就是自己独立 自己 金钱上各种上面独立之后 你不你不问家里要什么东西的话 就是可以 很好说什么东西就能跟父母讲了 父母就是也不会管你管那么样 反正觉得你自己也有这个能力了 就不管你了 对 他可能也是这么想的吧 那昨天刘葱喝的也差不多 昨天刘葱喝的也差不多 主要是昨天刘葱还吐了 你知道吗 然后昨天刘葱吐了呢 刘葱吐了 他一但是他一回家 他也不洗 他也不洗漱 一回家他就把我压到 哎呀 算了 不说了 今天是卖货 不跟你们聊这些 反正就是昨天 我一直嫌他嘴里嘴里很臭 因为他吐了 但是呢 我越嫌他他越来劲 他拿他拿那个大舌头疯狂甩我的脸 像条狗一样 甩了我一点口水 然后但是我越说他越来劲 就昨天晚上 本来已经四五点就到家的 然后他用他的大舌头甩我脸 甩到了早上八 早上早上七八点 给我臭晕 臭的我臭的我就是他后面终于就是他消停之后 我还去洗 我还去洗了把脸 咱们就是还拿洗面 洗把脸都臭死了 你懂不懂 我懂不懂 我们两天没干嘛 能不能别担任我的事 你肯定想看到凌晨三点 我我不想 我不是说不能给你播到凌晨三点 是你耽误我的事耽误到凌晨三点 我跟你说顶多一点 顶多一点 能不能别耽误我办事 什么时候给你播不行 我今天播到凌晨一点也是播 你就一定得到凌晨三点 你熬你熬熬熬对你也不好 你熬熬熬夜对你也不好 这个时长这个事情 我是我是真说不了 播到凌晨三点不是很现实 我真的有事 我真的有事 你别耽误我的事了 你要是懂事的命 你就别在那说了 你要是懂事的命 你就别耽误我的幸福 别耽误我俩的幸福时间 你光顾着你自己幸福了 你自己幸福了 有什么用 我俩幸福了 你才能幸福 我们在那熬着夜给你播 你看着也不幸福 我俩只有是 我俩只有是 我们俩去真正的幸福了 第二天你看着才是幸福 我在那播到凌晨三点 你熬着你看着也不幸福 我俩在那忍着也不幸福 你管着光跟人说要凌晨三点 凌晨三点了 你自己好好盯量盯量这个事 补充这个阴阳的宝贝 老公回我了 她说十点半左右到家 我还在卖货呢 差不多也要下了 好 我想你了 你吃什么 你咋不发视频给我看呀 哼 我都没看手机 她说她没看手机 好 那你回来第一件事先亲亲我的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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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